不過我們先來回到選情的部分 國民黨現在幾乎是新北市長侯友宜 跟臺中市長盧秀燕當領投陽 那十月二十二號 兩個人會到桃園拉臺 張善政的聲勢 還有據說前高雄市長韓國瑜也可能站臺 我們先來看一下韓國瑜跟張善政 二零二零年總統大選的時候 在桃園的得票 韓張佩獲得了五十二萬九千七百四十九票 這個比例是百分之四十點四零 那蔡賴佩是七十一萬八千兩百六十票 得票比例是百分之五十四點七八 那您怎麼評估 如果真的這個新北市長 臺中市長前高雄市長 全部都到桃園來幫忙催票 這些國民黨大咖 對桃園選情的影響 對他們支持者有影響 當然會有助力 我們也要判斷說 他們一定是最強組合 百分之百都投票 我們要把對手當作最強去打 你才有 你對自己的選情 才是真的有信心 所以他們強我們也不弱 但是其實國民黨 我覺得張先生先生也蠻妙的 因為大家都很關心韓國瑜 他最近有點付出的趨勢 是 他也是蠻可愛的 我覺得他的吸引力是高 尤其是對北臺灣 北臺灣 大家可以知道說 那種這個國民黨的鐵票 比例算是高的 北臺灣 那他來幫助他 我不知道張先生怎麼想 但他似乎有點不是那麼肯定 尤其是有一次 在 我們在選舉上的攻防 他說我沒有民意基礎 這個我也覺得他講這話蠻妙的 你沒有當選過 我還當選過三屆立委 那也沒有關係 我就說那至少我當選過嘛 那你聽這些地方的 那些人士 那些候選人們講這些 你沒什麼道理 我說那你沒有勝選過 你比我民意基礎 然後他竟然回了一句什麼 我覺得蠻可愛的 他說那個我不是主帥 那主帥是誰 韓國瑜 對 那責任是韓國瑜 這個在桃園輸了十九萬票 是韓國瑜的責任 就是他的講法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這種 我覺得他對於這種 人家跟他搭檔 然後也信任他 擔任 請他擔任副手 他自身獨愛 那韓國瑜那時候來桃園的時候 我們印象很深 真的國民黨知責 也都很歡迎他 他講的話他也不認識桃園 他對桃園算是陌生 那張森先生看怎麼面對他 我不曉得 但是看起來上市的責任 他認為是韓國瑜的問題 不是他的問題 他們有沒有 他們我認為還是搭檔 他是那種搭檔 就在 基礎不深厚 我不曉得他們當時的關係 因為後來韓國瑜選舉 他都在台東 在炒菜 獨家 張森先生比他忙 這個尊重他們 但是就是說 他們一定請全力而出 因為桃園是北三都裡面 民進黨唯一執政 那朱立倫又是過去的桃園縣長 所以你看他的提名的手段 然後他對現在這個 黨主席的保衛戰 或者他們有些人在想說 他要不要想選二零二四 這我不曉得 那對他來說大部分重要 對他重要 對我們就是重要 也就是說這個月初的時候 他就是親自到桃園來操盤 那因為你就說嘛 他跟桃園是比較熟 當過縣長 他如果親自操盤 我算是之前 對你的威脅有比較大嗎 就算大就要當作一定發生 我不能因為他有影響力 而預期他不來 我們就是要做這種 無視敵之不來 但選舉是競爭對手 不是敵人 就是競爭對手 然後我們剛剛尊重 我尊重他們的方式是 我認為你很強 所以我去年在還沒有提名之前 那媒體訪問我 都說桃園值得國民黨派出最強的陣容 朱立倫主席回鍋選桃園市長 我都認為合理 我認為朱立倫主席很強 但是市民會去比較 我們的比例是橫向的同期比較跟縱向的前後比較 鄭文燦就是橫向的我們在六都裡面的首長的各種民調平均裡面 我們一定明滅前茅 這個沒有問題 臺北市柯文哲市長也很愛講 但是柯文哲的排名永遠是最後一個 這個也毋庸置疑 所以同期比較我們很好 上下比較鄭文燦然後吳之陽縣長 朱立倫縣長 那個成績 我認為桃園市民自己打分數 就會很明確 對 但你就是要 你要回到國民黨時代 就回到我剛剛講的嘛 這些市政紅利 他們一定要分嘛 那現在是市政紅利 讓市民信任 讓在桃園願意跟流桃園的 這些投資朋友們 他們願意信任 這就是最大的差別 當在起飛的時候 你不太喜歡說不然掉頭好了 你掉頭回來 就是掉頭回來 或者大隊接力第三棒團掉棒 你沒跑嘛 市民朋友會知道 而且他們我們這個不是政黨 政治說 國民黨一定怎麼樣 都是有潛力可循 桃園市民痛在心裡 很多人是受害者 發生過的軌跡都可以 對 所以我說 斷在起飛嘛 工程斷在 正在 正在 正在進行 然後航空城也正在開始整理配地 那個是全國最大的這個計畫 那這樣的是你讓國民黨回來 他的理由是什麼 對 我覺得市民朋友會去思考 那我們讓你相信 他們就是過去 對 我覺得是同期比較跟這個前後比較 我我都很有信心 不過我們大家為什麼現在焦點 要這麼放在桃園呢 是朱立倫要搶桃園 那金文燦市長跟你要努力守住桃園 為什麼桃園很重要 是大家覺得這已經是二零二四前哨戰 所以你自己怎麼看贏得桃園 對於民進黨對執政長的重要性 講前哨戰要講的是大環境 而不是講誰要選二零二四 這個比較公平 是 那桃園當然現在人口已經到兩百二十七萬 而且還在成長 所以對於我們北臺灣政治意義上來說 你鄭文燦市長的成績 一定要透過他可以順利接棒 才證明 是 如果民進黨在桃園輸掉 你去看前面民調再好也沒有用 對 這個對我們是自我肯定的實踐 那國民黨相對來說 我把你弄掉就表示你民進黨做不好 那個就會有氣勢上面的差別 但是你說一定是前哨戰會決定二零二四的勝負 甚至候選人是誰 我也不認為 是 因為二零一八我們剛聊了 二零一八年的選舉 民進黨是一個很大幅度的潰敗 可是過了一年半二零二零 我們是大勝 所以那個選民都會有些轉換 他會回去思考說 我二零一八年 我怎麼這樣打 對臺灣很好 是 他會去思考 所以後來高雄一年半之後 這個就那個陳其邁先生 又在那個狀況下又當選了 同樣一組人 對啊 同樣一個人 你看差別多大 那所以我覺得不用去想到二零二四 雖然有些人會自己有期待 是 但是我覺得對國家 對國家 對選民來講的話 去做合理判斷就好了 怎麼樣對你比較好 直選這個 你有你的政黨的信仰 我都尊重 那個都撇住掉 其他的 如果你們有那麼多政治的意識包袱 去困住你的話 你要想怎麼樣對臺灣比較好 只要思考這一點 我有必勝的把握 是 不過從二零一八到二零二零 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亡國感 香港之後的這個事件 那這一次大家 是不是又要進去進行 這個抗中保臺的概念 所以你有說這個張善政 他是有擔任統派這個政黨的顧問 那他就要回過頭來說 你在中國經商 那你面對 大家 到底是要跟中國保持距離 還是大家現在都很怕被磨紅 還是說磨紅對手 現在是很好用的一張牌 這個都 我們都會必須被檢驗 那這些也都是公開資訊 那在二零一八 二零零八之後 民進黨在 我那個時候 其實第六屆立委卸任之後 我也沒有預期到 我會回來從政 但是我就是想法多 是啊 那時候看到這個電話 剛好在 應該是 可能是那個GSMR 傳那個智慧型手機 那個時代 宏達電還一支獨秀的時代 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這個手機大家開始使用 什麼不變 聽電話等人家接那個時間不變 那時候可以播廣告 對 然後我就想到那一個點子 然後於是就找了一些朋友創業 那後來就遇到了這個 智慧型手機興起 後來那個 在我的那個階段裡面 的確不是很成功 大概就這樣 那後來他們到對於那個中國的市場 有興趣 有興趣 那我在那個階段裡面 也去過幾次 那個就是我的人生之歷之一 這個也沒有什麼好隱瞞的 危機都看得到 他就是一個時代 也是我人生的過程 到時候我後來沒有想到 因緣集會又回到中央黨部 還變成立委候選人 因為我也沒有家世背景 我也不是這個某個派系 對 就是大家覺得民棚你適合 然後就去桃園參選 那我都是 責任來了 我盡量做 那我願意相信我 我就做 我就勝選 大概就是這樣的過程 到今天我變成市長候選人 那對手的狀況是 他那時候是行政院長卸任 國家很高的名氣 那他的 跟他親近的政黨 他去接受這個最高顧問 這種職務的 都是很很輕衷的 這個要那個 很輕衷 而且要這個加速統一 反讀處頭的政黨 他的這個我覺得你去接受 這樣的政黨的最高顧問 應該也不是偶然 也不是路邊拍照 我不會去質疑說 路邊拍個照 那個人有問題 就是說你就是合夥 我也不會去質疑這個 所以這是在價值選擇上 他這個部分 我們都是候選人 即使是我的生活 我也會被檢驗 你的生活 尤其是你的意識形態 你也要被檢驗 包含說他對於哪些產業 要進到中國去 他過去有些想法 說中國有很多優勢 因為他可以比較沒有人權 所以我們有些產業可以過去 但是這個違反世界上面的主流 那大家講出去的話 大家做過事情都要被檢驗 我覺得你們檢驗 我也很正常 我也不會認為說 這個就是有什麼 有什麼不可告人 是 檢驗的同時 也可以給選民來做一個公斷 就是您說的 選民可以判斷 我就幾乎是透明人 透明的生活 對啊 那那他們要怎麼解釋 這個 我也不是 我們 我也沒有辦法控制 但是他們就會擴大 對 那OK 我們檢驗你的政治價值 跟你對臺灣的主權定位 那你要檢視我的那一段 我也尊重 我們一定會強調 有什麼問題 或許可以 在旁邊的路上 可以再操進去 感谢观看